哈囉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今天佳琳也好介紹我11月最喜歡的產品囉 時間真的過得太快了 因為現在已經12月了 所以這代表已經月底了 2010年已經快過完了 時間怎麼過這麼快 就覺得好像年紀越來越大 時間過得越來越快 但這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11月我試了滿多東西 因為真的是要換季節 雖然德州還是會有點比西亞圖暖和 可是還是會變冷 然後天氣會變乾 所以有些新的東西我想要介紹給你們 話不多說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第一個我最喜歡的產品就是這個啦 這就是我上次前幾個影片介紹的 這就是Kat Von D的Shade & Light Palette 它長得就像這樣子 它的目的就是修容跟打亮 然後我很喜歡這個 因為你可以看它是有三個修容妝 三個打亮的顏色 然後這三個你都可以擦不一樣的部位 因為修容的時候 你不但可以擦在你這種 腮幫子這裡下面喔 也可以擦在這個下巴這裡 然後鼻子這邊也可以修容 因為這樣子鼻子會看起來比較立體一點 然後它的用處就是說 每個顏色就可以擦不一樣的部位 給你不一樣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這很方便 打亮的方面 我覺得三個顏色當然有不一樣的效果 可是我自己本身只喜歡用第一個 因為我覺得比較亮一點 然後給我真的 我所謂想要打亮的效果 然後它很好 就是因為它的打亮跟修容 都是沒有亮片的 所以給你的效果 我覺得不會讓你的臉看起來太亮亮 不會最後面導致看起來比較油膩的感覺 所以我真的很喜歡這個 這個很簡單 第二個東西是我上次去上海買的 是這個 這是Maybelline的CC Cream 然後這個顏色 它有出兩個顏色 一個是普通的 然後這是有粉紅色的 粉紅色的效果 會給你 會讓你的臉看起來比較亮一點 如果像你的 你偏 偏 霉膚色 或是比較看起來比較暗沈一點的話 這個會讓你的臉看起來比較有亮度 然後比較有 就是 雪的那種感覺 然後最好是它有 SPF37 有P++++ 所以它非常非常好 防曬 所以我喜歡 剛剛講啦 所以因為現在是在換季節 所以天氣真的變得比較乾 所以不但我喜歡多擦乳液 多擦護唇膏 但我家裡也非常喜歡 敷面膜囉 而且我覺得最棒現在是說 不但有出面膜 是有出手摸腳摸 唇膜 什麼都有 所以我首先一定要說我最喜歡的就是 唇膜啦 因為我本身是很喜歡擦護唇膏的人 可是因為經常坐飛機 然後如果你喝水會不夠多的話 你嘴唇自然而然就會變比較乾一點 然後你就會發現到你填嘴唇的時候 會感覺更乾 所以我喜歡擦 我喜歡就是敷唇膜 這樣子幫助你的嘴唇 不但去角質 而且會幫你的那個保濕的程度 就是hold住在嘴唇裡面 so I really like this 這是golden monkey的 我上次也有介紹 so I just really like this 下一個面膜就是腳膜跟手膜啦 我很喜歡腳膜跟手膜 因為我的for one 我經常洗手 所以手膜是非常非常幫助我的 因為洗手我喜歡用肥皂 肥皂就讓你手導具很乾 然後現在天氣本來就在乾了 所以如果你不經常擦乳液 或是你沒有乳液的話 你就會發現到你的手或是指甲旁邊的那個肉啊 那個是那個Curicles 就看起來很乾 然後手看起來會非常非常老 所以我很喜歡擦 或是很喜歡敷手膜 然後你只要就是它是像一個手套 然後根本來就是一副手套 然後裡面會有就是手膜裡面的那個 就是保濕的那個成分 然後你就是戴起來 然後戴差不多15到30 15到20分鐘 然後你拿下來的時候 你手就會非常非常精華 然後就會很好摸 然後我通常就這樣子 我不會把它擦掉 我也不會洗手 我就是這樣子清天把它揉 就是這樣子可以正式的 然後比較準確的就是按摩到我的手裡面 so I really like this 然後同一個品牌的 oh by the way I should tell you 這是FaceQ品牌 但它有出腳膜 腳膜我非常非常喜歡 因為我的腳真的很可怕 我不得不說 我太經常穿高跟鞋 然後又在飛機上面 然後腳本身 我本來就是 我會保養腳 可是不是說很徹底的保養 so我覺得我的腳很可怕的時候 我就很喜歡擦 就是很喜歡敷腳膜 這樣子腳就會很soft 然後旁邊的死皮都會不見 然後就不會變得那麼硬的感覺 當然我會先把死皮用那個像刷子 先刮一刮 然後再敷腳膜 你的腳就會非常非常的soft 然後就很好摸 然後腳膜 我不能說我可能就是按摩進去 然後我會再擦乳液 然後再穿襪子睡覺 因為這樣子可以把保濕成分 測至低低這樣子 吸收在你腳裡面 so I really like this 我覺得這超好用的 接下來我想要介紹我最新最喜歡用的 沐浴乳囉 這個是Bath & Body Works的 Be Enchanted沐浴乳 Bath & Body Works當然有很多很多口味 很多很多味道的沐浴乳 然後大部分成分都是一樣的 它的都是在推保濕 然後不會讓你的皮膚看起來太乾燥 也不會感覺太乾燥 可是我想要介紹這個是 因為這個味道超級香的 Oh my god 這個 它是有點像甜甜的 有一點berry 然後可是卻還有一點 帶一點就是花香味 所以它是 就是很女人味的一個味道 然後我覺得它的味道 我很喜歡 因為它的味道可以持續很久 你洗完澡的時候 雖然我喜歡擦乳液 可是我就坐在沙發上 然後看電視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聞到那個沐浴乳的味道 因為它就是很很香 然後很能散發出 它自己本身的味道 So I really really like this 當然就是你單買的話 都比較貴 所以Bath & Body Works 最好就是他們都會有 像買三個多少錢多少錢的 So I would definitely recommend 他們的東西 So I love it 最後一個東西 家庭想要介紹 for我的11月最喜歡的產品 是不說化妝品類的 是一個包包 OK 它看起來好像不是什麼稀奇 但它超可愛的喔 它是一個皮的包包 I got this from Free People Free People 是在美國一個比較 波西尼亞 那種Bohemian的品牌 然後他們就是會有出衣服 然後像我今天穿的這個上衣 也是Free People的 然後他們也會出包包 還有鞋子之類的 然後那天我去逛街的時候 就看到這個包包 它就是打折 然後我就說 我不行 我一定要買它 因為它太可愛了 它就是一個非常大的 那種空曠包包 可是它 不但可以到了手拿 你可以把上面折起來的時候 你可以鞋背 所以鞋背的時候 就會給它一個不一樣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就是很 就是它真的是一個很 我覺得很Bohemian的Style 沒錯 可是它又 我覺得很有時尚感 然後很能搭任何的 穿著 像我很喜歡就是 穿一件白T-shirt 然後Skinny jeans 然後高跟鞋 然後就配這個包包 我覺得就很有時尚感 然後不會看起來太誇張 可是卻又帶給就是很Chic的感覺 所以我真的很喜歡這個 OK 這次就是嘉寧11月份最喜歡的產品 雖然沒有很多 但是我還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這些東西都是我真的很喜歡用的 然後經常用的東西 然後我一定要就是培養自己說 我每個一定要做Favorites 可能不會很多東西 可是只要有新的東西 或是我不常聊到的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覺得好東西就是要分享的 所以我希望你們喜歡 然後下次見囉 Bye